今天我們來說明這個機械的方向 要怎麼判別這個正轉逆轉 現在秋德 左秋德 左旋 右旋 今天我們來做說明 要說明之前 因為最近我發現我這個YouTube的影片 有很多廣告 可是這些廣告都不是我客人 然後我有收到一個YouTube的E-mail 它說即使頻道 未加入YouTube的這個合作夥伴計劃 就是我來沒有拿廣告的位置 它說系統能可能在 頻道的影片上放送廣告 這也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如果 沒有每個月付錢 參加這個YouTube的Premium 這個方案的位 那這樣子的話 你有可能看影片之前 你會看到這個廣告 你如果沒看到廣告 就是你每個人要給他付錢 你如果沒付錢的位 他就是變成 放送廣告 換他唱唱給錢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YouTube 不管你有沒有看 他都會賺錢 你有看到廣告的話 你有看到廣告 就是他唱唱給錢 你如果都沒看到廣告的位置 就代表說 因為你每個月付錢 所以你看不到廣告 所以你如果看到廣告 你就右下角 越過廣告 這麻煩點一下 好 我們來說明這個 主軸正傳 三級主軸正傳 之前我們有說明過 以前我在日本 日本拆裡面 他有說 所謂的正傳 就是我的眼睛 要在廣告的地方 看出來 比如說 我現在有一個主軸 它的眼睛是正在這個 所以我眼睛 要從廣告的地方看出來 看出來以後 它要是順時針方向 這樣順時針方向 這樣就叫做正傳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歷史史傳 歷史史傳我的眼睛 就是要從廣告的地方看出來 順時針方向 然後如果我這裡有一個 臥室 我眼睛 就是要在這個 麥克風的地方看出來 它的 順時針方向 如果是這個 臥室車床 臥室車床 我的眼睛 就是要在這個 麥克風的地方看出來 順時針方向 如果是 歷史車床 因為歷史車床 它的麥克風是正在下方 所以我要對 麥克風的地方看過來 順時針方向 每一個機台 都是這一個規則 是怎樣 因為它一定要用相同規則 這樣你等一下用這個 正手刀 或是倒手刀 比較不會說這隻機台的 正手刀 會怎樣的方向 那一台機台 我們用變成那個方向 所以他們的規則都是一樣 這樣等一下 你利用得到的 才會統一 我們來講 什麼叫左旋右旋 真手刀 倒手刀 這有一個 很好的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是 對這個小緣磁車 KHK KHK 出來 所以你這要幫人 打個攻擊 因為這個資料是 他們的 他們的資料 他現在講 內置在方向 我們所謂的 左旋右旋方向 是從這個 哈克風 當然啦 他是做 高級的 所以他會叫哈克風 其實 施德 還是全部東西都是一樣 不只有這個齒輪 你說 你這個 哈克風 舊心 一区 天使 你 你要把中心走 向著天地的方向 向著天地的方向 天地 從正面 從正面看過去 去 這個KHK 如果是 米基 就是右上 他從右上的話 右上 他是右上的位 我們就叫做右旋 像這個 像這個 就叫右旋 然後 左上 左上 好 按下巴 如果是 左上的話 你先 先把心 我們先來講步驟 步驟 第一 我先把中心走 用上下 對著天地 對著上下 然後 如果我這個Keya 是 左上 左上斜過去的話 這樣 叫做左旋 左旋 然後這也是一樣的 你先把中心走 向著天地 然後你的Keya 或是 右上的話 右上的話 我們就叫做右旋 好 他定義就是這樣 好 然後 我們現在就先來看高旗了 這個高旗了 這個高旗了 我們先把這個中心走 對著天地 然後 他是右上斜的 所以他叫右旋 如果 我把這個中心走 對著天地 如果 左上斜的話 左上斜的話 這樣我們就叫做左旋 左旋 好 然後 再來 這個 磁條 高旗了 跟磁條 磁條 我們先來看這個高旗了 這個高旗了 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做Pinion Pinion 這裡 你先把這個 中心走 對著天地 然後 他這個是不是 左上的 他這個是左上的 所以這個是 左旋 這個是左旋 然後這個 落區 落區就是磁條 落區 落區磁條 因為他沒有中心走 他沒有中心走 沒有中心走的東西 你就是對他的正面這樣看過 正面看過 他往右上 所以這款叫做右斜 然後我們再來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一樣 中心走 然後這個是 往右上 往右上的話 這個叫做右旋 然後這個 他沒有中心走的東西 你就從 你就對他最大面 那個地方 那邊這樣看過 那個面看過 他這個是左上 左上 所以這個是 左旋 磁條是左旋 落區 左旋 批拼 批拼是右旋 然後在這裡 我們來看這個高區 這個高區 中心走在這裡 想像一下嘛 你把這個中心走 這個是上 這個是什麼 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右旋 然後這裡 這個也一樣 下面這個 這個 你想像說 這個是上 這個是上 這個是什麼 你就會發現說 他這個 右旋的齒輪 好 這個就可以 這個 左旋的齒輪 所以一下左旋齒輪 然後這裡 這個 中心走 抓出來 中心走抓出來 他來往左上 他這個是往左上 所以這個叫左旋 好 然後這個有 這個算起了 算起了 因為 因為假設你算起了 你現在起了是這樣 起了這樣 然後中心走 你對上下 中心走對到了 可是 有的這裡 你很難看到 很難看到 有的 就是對最大面 最大的面 這樣看過 你最大的面 看過 你有發現說 他這個是往右上 這個是往右上 斜的 這就叫右旋 好 然後你對這個最大面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原則就是這個中心走要往天地的方向 要往這個上下的方向 如果你往這個上下的方向 你看不太出來他的旋轉的話 這樣你就是 他就是 要改造 對這個最大的面 這樣看下去 你最大的面 看下去 你就會發現 這個 他的旋轉方向是左邊的 往左上 往左上旋轉 這樣就叫做 左旋 我們路線也是一樣 我們路線 這個路線 我們先把這個 中心走 往天地往上下方向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 他的螺旋 螺旋角是往右 所以這個是 右旋 中心走 往上下 這個 他旋轉方向 這個是往左 所以叫左旋 我們斜頭也是一樣 斜頭 斜頭 中心走先抓出來 中心走往上下 你會發現 他這個 是往右旋 所以這個是右旋 右旋 有的人會說 有的人會說 我這80度 翻過來 翻過來也是一樣 不然你拿這支 斜頭還是路線 看 你就知道 這80度 上下 它的旋轉方向不會變 好 我們來看這支 這支中心走 同樣 這支中心走 對著上下 然後你會發現 他的刀 是往左上的 所以這支 叫做左旋 好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比較好的問題 就是 斜頭 斜頭 斜頭三叫正手刀 三叫倒手刀 斜頭三叫倒手刀 三叫正手刀 其實這看日本會很明顯 日本車 右勝手 右勝手 右勝手是什麼意思 右勝手就是從右邊來的東西 右邊來的東西 我現在先不要看這張道 我都不要看這張道 斜頭右邊來的東西 譬如說你現在車正是這樣 你現在在車這個行李 你車這個行李 因為我們的 車床 臥室車床 都是撞到 撞的 所以很好判別 你只要把這個車刀 你把你的車刀打開 打開看 打開 就是 刀子要往下 刀子要往下看 如果這支刀 是從右邊來的東西 我們剛才有說 麥基 麥基 就是右邊來的東西 右勝手就是 右邊來的東西 你打下去了 你發現說 這個刀尖剛好 可以從右邊跑過來 這樣好 這支刀 就叫做正手刀 右手刀 好 然後左手刀 是什麼意思 左手刀 左手刀 就是對左邊來的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他會對左邊過來 要怎麼左邊過來 比如說我現在 這是倒車的感覺 這是倒車的感覺 倒車的感覺 如果你把這支刀 打開 打開就是 我說的打開就是 刀片往下 你打開以後 你發現說 這支刀的刀尖的方向 打開以後 它是對左邊 過來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說這支刀 叫做左手刀 這支刀 叫做右手刀 好 再來 我們來說明 為什麼要左右寫 是怎樣 你要正面跟左邊 這前 我們在洗刀的時候 我們有說過 洗刀 你第一期 先在這裡切到 第一刃先切到 第一刃切到 這支洗刀一直在抖 這支洗刀抖抖抖抖抖抖 第一刃 然後 第一刃 第一刃的 第二個位置的時候 剛剛好 第二刃 剛好切到 剛好切到 這樣是不是 接力比賽 這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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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到這裡 他剛好要撩了 到這裡要撩了 可惜你第二刃 把它撩起來 撩起來嘛 撩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的曲線 就是變成這樣 第一刃 在不下去了 第一刃在不下去的時候 第二刃又從這裡撩起來 所以它的 它的這個 震動的曲線 它就會比較平穩 受到 垃圾的曲線就會比較平穩 如果你如果 都沒有這個螺旋角的話 你如果沒有螺旋角 滴氣的 滴氣 比如說這裡有這支洗刀 它是滴氣的 這是它的氣 滴氣的 它總共有四刃 四刀 四刀的位置代表 第一刀落的時候 撩一聲 然後因為這邊都是空的嘛 空的 所以這裡就沒有了 沒有力 然後下一刃 再來的時候 撩一聲 所以就代表說 依靠震動的情況 第一個 為什麼要有左右血 就是它的 受到的力 比較平均 比較不會這樣 砰砰砰的 第二個 第二個我在這裡 我有一個 一個 我們可以來看 如果 如果我沒有一個 手的 我沒有一個螺旋角的位 這個東西失敗的 這個東西如果失敗的 這個東西失敗的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長度會比較短 這個長度會比較長 所以為什麼要螺旋角 為什麼要螺旋角 就是 上面你收到一個力 上面你收到一個力 可是有 比較長的接觸面積 這是什麼意思 代表說 每一點 單位點 它收到的力 會比較小 因為你比較短 你有一個比較短的距離 可以幫你分散 這個力 所以 我們的螺旋角 螺旋角 第一個 就是 它的這個力 比較不會這樣 比較不會蹦蹦 這樣 第二個 就是它的受命 因為它的力 緊張的分散 因為你比較短 這比較短 這比較短 比你這個力 假設你收到一個力 只會有這個力來承受的位 因為它的距離 比較小 它的長度比較小 所以它 每單位 收到的力 會比較大 那你如果把這個距離抓長的話 以每單位所收到的力 就會比較小 所以 它的壽命 就會比較長 假設你如果看過之前 我們有說明洗刀 螺旋角的地方 其實我是建議先看 看這個會比較清楚 我們有說 作用力 以反作用力 假設 現在這張道 這個很重要 假設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 柱角 有一個螺旋角 我有斜線的步伐 這是我這個肉身的 我們要看 這個螺旋角 它速過的位 它這樣 比如說你現在是這個方向 這樣速過 速過的位 你會給這個 這個 弓箭 什麼樣的力量 你就是有一個 向左的力量 還有一個 向上的力量 這 近前我們這個 洗刀的螺旋角的時候 我們有說過 有作用力 就有反作用力 好我現在先說 作用力 作用力 假設你這個東西 是這樣走的 你這個村民是這樣走的 你這個村民這樣走的位 你就有一個向左的力 還有一個向上的力 這個力 是給誰 就是你的切消財 被切消財 因為你這樣過 你這樣過 你就會對方一個向左的力 跟一個向上的力 對不對 然後你自己 會受到什麼力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你有作用力 比如說你現在用手 去 正拼 你正拼的位 這就是叫作用力 拼 拼的這個 貓落 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向上的力 跟一個向左的力 好 然後 我們再來說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就很重要 因為等一下會比較難的光 所以我現在先看這個 反作用力 我用這個 拉繩的 拉繩的來一下 因為你有一個向左向上的力 所以你的反作用力 也會剛剛好相反 所以你拼了 手得這麼痛 因為你拼下去 這個拼 受到你的作用力 然後你的手 就會承受這個反作用力 你有向左的力 所以你就有一個向右的反作用力 因為你這個面子處的 所以你有一個向上的作用力 所以你就有一個向下的反作用力 這邊是反作用力 好 這講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講一下 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高級 有左旋右旋 左旋右旋 左旋右旋的時候 大部分 大部分你都要討論 你們有嗎 這個指推軸程 STARTSTART START START 這不是我在老入門 因為這START 這個日語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我覺得 外面很多人 很愛說的日語 START 就是軸向軸程 就是指推軸程 好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高級要開始回來了 高級要開始回來了 你現在這個軸程到底是要討論在這邊 還是討論在這邊 還是你要討論在這邊 還是你討論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做說明 我們現在先來講 這是驅動軸 這是被動軸 我現在先來看這個驅動軸 驅動軸 我先來講驅動軸 驅動軸 我們才發現 我把這個放到哪裡 驅動軸 我會發現 它的樓是樓這樣 它樓這樣 剛才我們有說 你有這個作用力 然後它還有一個向上的作用 反正 反正就是跟你這個斜線的垂直方向 就對了 好 我再問一下 你現在斜線是這個方向 你家的樓就是跟它垂直的方向 跟它垂直的方向 這個垂直的這個 你可以分成 這個 你可以把它分離 就是向這邊推 還有向這邊推 好 這樣就是它的作用力 向這邊推 這邊推 好 這樣導致什麼 我們有看到這個 這個垂直的 這個垂直是這樣的 這樣會代表你的 被動 你的被動 被動部分 被動部分 你就會收到一個 這樣的垂 這樣的垂直的 會以這個 支推走成 就要整理這邊 好 再來 我們來說明 反作用力 因為剛才我們有說 你有這個垂 你有右手邊這個垂 所以你 你的驅動軸的 支推走成 要整理這邊 再來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我們先來看它的旋轉方向 它的旋轉方向是這樣的 它的旋轉方向是這樣的 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 你等一個垂 我們先把這個 觸的這個抓出來 因為你是旋轉這個方向嘛 你旋轉這個方向 所以等一個 等一個這個垂 是什麼垂 這個垂 就是向這邊的垂 向這邊的垂 向這邊的垂 我們可以分離 分離做 這樣 跟這樣 這樣 所以代表說 這個 驅動軸 驅動軸 是像一個 向這邊的垂 像這邊的 所以你也被動部分被動部分Ds 都是愛整理這邊 美愛靈骨都現在整理 只推走成 愛整理這邊 啊因為 你是給他這樣子的力嗎 所以你自己 你自己受到的力 外驅動部分自己 受到的力 像 這裡的力嗎 像這裡的力 所以像這裡的力的話 所以你的這個驅動部分的走成 你都是愛整理家 啊能夠來講一下 能夠來講一下 因為一間的旋轉方向是你家 所以旋轉方向你家村 你是這樣轉過去的嘛 這個方向轉過去的嘛 所以等一下這個力 是不是就是這樣 啊所以你就要把它分離喔 分離著 這個 跟這個嘛 然後這個力 這個力 這個力 右手邊這個力 就會導致外被動部分呢 這個Stars 要整理一下 直退做成來整理一下 啊因為你 他這個力嘛 所以你等一下你一定要有一個 左手邊的反作用力嘛 所以你自己 自己 那你反作用力 所謂反作用力是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 經病 我受到的反作用力 是我自己 感受得到的 所以你自己 感受得到的力 是向左邊的 向左邊的位 所以你自己 驅動部分的這個 自退做成 就是愛整理 這邊 好 我們今天先講這個 OK